接上集,年高儿担心灵迹反悔,便在一旁讨好灵迹,年初夏跟秦富贵则是在整理货物,他们把剩下的货一次性全都整理完了。 年高儿,咱得去进货了,要是再不进货,咱下下周就没货卖了。 那咋弄呢?我爸去跑业务还没回来,那么多货物让赵明明哥哥一个人扛,赵明明哥哥也太辛苦了。 正在忙活几个小孩晚饭的赵明明一脸猛逼。 咋又听到我的名字了?又有我的事儿了?看看,我要求加工资不过分吧? 赵明明瞅了小胖鸭的背影一眼,看在自己要涨工资的份上,赵明明没找小胖鸭的麻烦。 暂且就让这份苦力活落自己头上,毕竟小胖鸭确实替我争取了加工资的事儿。 至于加多少,赵明明心里也没啥大想法,如果是加两块钱也行,她就求个心理平衡。 如果是加五块钱,那就是超出了她的预期,很满意。 如果是加十块钱,赵明明觉得让她一周扛两次火都成。 吃完晚饭,一群孩子跟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电视上播放的是小猫钓鱼,年糕看得非常认真。 咪咪真是太三心二意了,我们不能跟咪咪学,像她那样呢,啥时候才能钓到鱼呢? 嗯,没错。 真的能钓到鱼吗? 拿蚯蚓就能钓到鱼,我以前钓到过鱼,挺大一条呢。 我想起来了,我妈不让我下河摸鱼,那我要是在岸上钓鱼,我妈就没办法揍我了。 年糕儿,你屁股还肿着呢,你就惦记着要去钓鱼啦。 钓鱼咋了,小猫都能钓鱼,小孩为啥不能钓鱼呢? 妈妈说不让我下河摸鱼,又没说不让我站在岸边钓鱼呀。 钓鱼不危险的。 年初夏,秦富贵说道,你听到了吧,钓鱼一点都不危险,为啥不行呢? 我给家里省买鱼的钱,自己钓一条上来吃,这还不行啊。 赵明明哥哥,你说,钓鱼危险不? 不危险吧。 那下回,我们举行一个钓鱼比赛,看谁钓得鱼最大。 好耶,但是年糕儿,钓鱼最大的人有奖励不? 年糕儿很认真地想了想。 我的货是卖的,咋能拿来当奖励呢?我们得找一个不卖货的人,拿东西出来当奖励才行。 话音刚落,年糕儿的视线落在了灵纪的身上。 灵纪,你作为小卖铺有钱的老板,愿意拿东西给咱们的钓鱼大赛当奖品部? 灵纪拿眼瞅了,小胖鸭一眼。 咱们的? 对啊,我们都是你的好朋友,当然是咱们的钓鱼大赛了,你说对不? 我没兴趣。 你咋能没兴趣呢?你一个小孩,是祖国最好看的花朵,是向着太阳生长的,就应该积极向上。 你咋小小年纪,就活得像个小老头,对啥都没兴趣呢? 那我应该咋弄才不像个小老头呢? 当然是要对啥都感兴趣啦,你要拿东西给咱们的钓鱼大赛当奖品部。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,那好吧,不过,我要拿什么出来作为奖品呢? 我去看看你的零食盒吧。 年糕儿跟灵纪去看他的零食,年厨夏和秦富贵在旁边围观。 这个好吃,这个也好吃,这个最好吃了。 你觉得我用这个给钓鱼大赛当奖品,你觉得咋样? 年糕儿在里面挑了两个大大卷,三个果冻和十块糖,都是最便宜的。 如果就一个奖,那大家都争第一名,那多没意思啊,咱也要跟学校学,第一名小猪,第二名大鹅,第三名小鸡。 我觉得这样的话会不会有意思一点,好玩一点,就算没有第一名,还有第二名和第三名。 赵明明都不知说啥好了。 年糕儿,你这些鬼主意到底都是谁交给你的,咋想到的呢? 赵明明哥哥,咋能说是鬼主意呢?不都是跟大人学的吗?大人咋做,咱们就咋做就行了呀。 钓鱼大赛的奖品确定后,年糕儿在作业纸上写钓鱼大赛怎么做的过程。 你要是想正经办钓鱼大赛,是不是应该设置报名环节? 报名,又不是开学,为啥还要报名呢? 既然你都要发放奖品了,那肯定会有人冲着你的奖品参加比赛。 你要掏腰包拿奖品,你愿意把最后的奖品给你从来没见过的人吗? 那当然不行,我都不认识他,我为啥要把奖品给他? 对呀,那万一有其他没报名的人来参加咋办? 对哦,你要不说我都没想到这个,那咋弄啊? 我的奖品肯定不能给陌生人呢,我肯定愿意给我认识的好朋友啊,要不买我东西的客人也行。 如果你不设置一个报名门槛的话,就意味着大赛没有规则,那人人都可以参加。 万一是你不认识的人赢了比赛,你也得给他们奖品,这些人你都叫不出他的名,可能都不是学校的学生。 他们以后既不能成为你的朋友,也不能成为你的客户,那你这钓鱼比赛不就半亏了? 粘刀抓抓小脑袋。 那咋弄呢? 所以你要制定一个比赛的规则,规则就是你定一个纪律,让所有参加钓鱼大赛的人都要遵守。这个大赛报名的参赛者,会自觉团结起来,不允许其他没有报名但赢得比赛的人获得奖品。 灵迹,你咋这么聪明啊?我都没有想到这个。 你不是说我要活得积极一点吗?那我就帮你想好了。 还有呢?还有呢? 还有就是大家钓上来的鱼咋办? 啥意思啊? 参赛者钓的鱼最后是给绊钓鱼大赛的人,还是他们自己提回家?如果他们提回家,那你提供那些奖品不就亏了? 奖品虽然是我提供的,但问题是我最后得到啥了?我提供奖品,我总要有点好处不是? 灵迹,我怎么觉得你咋比我还像黑心商人呢? 如果我是商人,我这个疑问当然很正常,商人就看钱,我付出钱,但我啥好处都没有,那我当然不愿意。 那让他们把鱼交出来嘛? 那你要想咋样,才能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把鱼交出来,你总不能逼着人家把鱼留下吧? 年高听了这话之后,顿时思考了起来。 年高儿,你咋不说话了?我在思考钓鱼大赛的事儿呢。 主要是灵迹说的太有道理了,让他一时半会儿不知道咋解决,经过年高儿一晚上的思考后,他终于想到了主意,第二天一大早。 灵迹,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 你想到啥好办法了? 你不是说参加比赛的人要报名吗?还要让大家遵守规则吗?我想好了,每个想参加比赛的小孩必须交一分钱,除了拿奖品的第一名,第二名和第三名,其他人钓到鱼可以自己拿回家。 那一分钱退不退? 如果他们把鱼拿回家,一分钱就不退,我退他们逃,如果他们不想要鱼,我就把一分钱还给他们,再根据鱼的大小给他们逃。 你咋想出来的? 我爸以前说啥押金,我琢磨着这一分钱是不是也可以当成是押金啊?你觉得我这个办法好不好吗? 灵迹盯着小胖鸭瞅了好一会儿。 这要是哥以前,你八成会被人批判成资本家。 为啥呢?你不是说要定一个纪律吗?那我制定了一个,又能让大家遵守,这分明是让大家努力钓大鱼啊。 那要不你试试看。 于是,年高跑回教室,把修改过的钓鱼大赛过程拿出来,在教室里公布了钓鱼大赛的消息,还把钓鱼大赛钓到的鱼最大的小孩,可以获得两个大大卷的消息说了出来,大大卷可不便宜,办理大部分小孩都没吃过。 甚至味都没闻过呢,所以第一名的奖铁瞬间吸引了班里的好多小孩参加。 为了防止有外面的人混入大赛,每个参加钓鱼大赛的人必须要交一分钱,要不就没有规则乱套了,万一其他小孩来抢你们的奖品咋办呢? 年高这么一说,小孩们纷纷觉得大大卷已经是他们的,绝对不能让没交钱的人来抢他们的奖品,班里有一大半孩子都报名参加了。